大家好,我是奧斯卡寵物連鎖的行銷經理卿榮長 因為我們在104、111這些都有刊登聘用 然後國外職訊局會經過我們刊登的那個來跟我們聯絡 然後問我們是不是工作環境可以聘用這些生臟人員 其實換個行業換個工作多少會有差異 只要他們肯學習其實都不是問題 只要他做的項目有符合的話 其實適應的狀況會比較快 就還蠻辛苦 因為我都要上課的時候 因為我都要固定回醫院 然後有時候就要請假之類的 可能就是會進度或落後 然後所以每次要回去上課的時候都會問同學 就是趕快把自己進度 讓我證照可以比較順利這樣考上 對不對 就還蠻照顧蠻協助 就是如果我有什麼不懂的就是可以問他 然後他們也很熱心這樣 就是可以教我一些做事的方法 讓我可以融入 就是很適應在裡面 就是融入得更快 一年多了 嗯 對啊 還有什麼 當初我想說 就是想說想去就學習就是不同的那個 因為我大學畢業之後 我也是有去找工作 然後想說 因為我有得到這個資訊 這個資訊的資訊 然後所以我想說 就是來學學不同的東西看看 就是看可不可以 就是考一些證照 然後看自己可不可以 就是更多技能 然後成長 就是 對 嗯 就是 就是可能要就是 不懂得要多問 然後 就是 自己 自己也要多練習 多多練習 然後 然後 如果就是 因為 老師教的東西就是 就是 對固定的 然後 所以你要就是 因為每個人學習的方 那個速度都不同 所以 就是 你如果覺得自己落後 就是 或是跟不上 就是 可能要自己去 想辦法 去克服一些 就是問題上 對 找資料 對 然後讓 就是讓自己會 比較更容易 那個 搞上陣仗 對 老師都 對我態度蠻好的 對 還蠻照顧 對 還蠻照顧 就 對啊 就是 還蠻熱心的 就是 就是很願意 跌倒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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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還蠻高 對 設施還 就是還不錯 就武藏還做得還不錯 就是 對 然後就 就是 可以 盡量多 幫助到那些 一些 就是 肢體上 不方便的 對 對 對 有有 謝謝 謝謝 因為我女兒在 94年的 5月就 車禍 然後 被一個 三星學生 就是騎車 把它 闖紅燈 我女兒是綠燈 然後她就是 紅燈閃的時候 就把它闖了 結果我女兒的 安全帽 揮走了 所以 頭部也受傷了 所以 緊急就送到高一 腦部已經開 開到要 過程要兩次 對 到最後就是腳 他的左腳都不會好 他的手 右手就是 跟中風一樣 一邊腳一邊手 然後這個手 就是 就是做復健 然後以後 畢業要找工作 怎麼找 你們學校 也可以用到 臨時的一些職員 他說沒有關係 你畢業我們會寫信 寫到 勞保級 就是 國外訓練中心這邊 就會幫你安排 怎麼樣子 去學習 工作 去找工作 然後我說 我這樣 你這邊也是不錯 我們來了這邊 國外執訓中心 就有跟我聯絡了 我們就跟我女兒來了 就這裡的那個 林老師也很好 還有那個 中正路也有啊 中正路的勞保級 好像是李老師吧 他就說 我女兒要先那個 先來這邊先 來考試這邊的 嘿 這邊很多班嘛 我 我說好吧 那就來這邊先 跟同學認識啦 去學習 學習呢 有技術呢 當然 對他以後出來 要就職 就有多一份的 那個 保障了 所以還是要來這邊求職 所以就來考試 他是那個 嗯 創意 皮的 那個 皮雕刻 設計 嘿 對他嘛 我是有跟他講說 你要來學 才會知道 要跟同學在一起 因為你從來沒有學 你就是要去認識他 你才知道你的興趣在哪裡 你沒有學當然會不知道你的興趣 結果他 還好咧 他來這邊還好 今天就認識好幾個同學 欸 對 對 他們說 我說 我是他媽媽 你們都是同學 那以後我女兒 你要多照顧 他說會啦 這樣 我說我女兒從來沒有摸過 真要怎麼去 去紅這個皮 做這個創意的皮雕啦 他說會啦 大家都會互相照顧 我 我聽了我就很安心 欸 像這個政府也有辦這個 國外資訊有沒有 也是要給一些人來去學習 齁 才有這個出路嘛 對不對 所以說 還是 有了這個單位 還是對一些 這個有障礙的 有保障 欸 還不錯 這樣子 欸 欸 大家好我是蔡明忠 呃 我 人家我叫阿忠 對對對 那我大概就是在 呃 受傷十年 就是因為 車禍 就是騎摩托車受傷 呃 不是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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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啦 沒有啦 我們是自己撞到那個安全島 不過那段記憶已經 已經沒有 對對對 對對對 呃 就是各位朋友在開車啊 或騎車的時候 要注意路上的安全 嘿 就是各位朋友在開車的時候 呃不要 就是自己開車的時候 也要注意安全 那也要顧及別人的安全 這樣子 呃 之後受傷之後啊 就是 就是 因為呃 坐輪椅其實在外 呃 在職場上其實比較 呃 難找到工作 所以那時候也藉著 呃 就是學習第二個專長 就是 音樂 呃 表演這個薩斯風 那也有在 呃 就是一家餐廳龍園那邊表演 嘿 那在中午的時候 然後我都是 就是禮拜六禮拜天 都會在那邊表演 對 嘿 有空大家可以來看我表演 嘿 我的那個 地址是在那個 介受路 就是左營大路 然後轉介受路 然後走到底在 中正 中正堂裡面 齁 那邊會有一家龍園茶咖啡廳 那我會在呃 呃那個龍樹下表演 那禮拜六禮拜天 如果在呃 十二點到兩點 都是我表演的時間 那各位如果有 有興趣也可以到那邊去用餐 那也聽我這邊演奏 對 那邊的戲份呢 就是其實那邊有龍樹 然後呃 風景很好 而且它裡面很 很有一些就是 呃 有一些 嗯 像一些呃 嘿嘿 悠閒的感覺 然後也 嗯 它裡面的餐點也很多啊 比如說有 火鍋 嘿對 然後有一些 呃火鍋或者是麵 呃或者是咖啡 呃 都有 嘿 對對對 都是不錯吃 那費用也都蠻低的 嘿 都是在兩百塊 對對對 對對對 是 那這個部分就是完全都是 呃我就是 醫護區那邊幫忙演奏給各位 朋友聽奏 演奏 聽這樣子 呃 來博訓這邊是因為呃 呃 我在 我們老師有跟我說呃 皮健 有一個就是 有一個職業訓練中心 那因為我對電腦其實 呃比較沒有興趣 我對 我對那個手工藝品比較有興趣 後來我就看到是因為 柏訓這邊會有一個呃就是皮雕 的課程 那我覺得那個皮雕在市場上 其實我覺得也滿 只要呃有一些技術啊 或者自己的藝術的話 呃別人其實也會願意去購買 對那我也是覺得對這個部分 比較有這個興趣跟意願 學學了之後就是說 因為我在演奏的時候 也可以把一些一些自己的創作 好在在表演的那邊在旁邊這樣子 那客人如果覺得說演奏不錯 那看到呃手工藝品也不錯 也許就會也是也是一個 呃經濟的一個來源這樣子 如果各位有需要落款我也可以幫忙這樣子 嗯 我目前呃來大概四五次吧 那我覺得就是廁所其實是滿就是 滿平整的而且也比一般的 我去其他的職場或者是公司 或者是醫院還要大 裡面的空間是其實是比較大的 所以符合像我們這種做輪椅的 或者是比我的輪椅更大的 這些輪椅都可以進去廁所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滿方便 而且在路途上也都沒有 那種一些比如說呃有樓梯啊或者是門檻比較高的地方 其實都是平面那我們在這些做輪椅的 輪椅族的並商友來講的話其實是很方便 對 所以各位朋友如果有興趣其實只要你有願意想要學習 呃技能的話都可以來博訓這邊 嘿來參加 對不對 這邊的課程非常的實用 而且有 呃蠻多選項可以讓你們參考 嗯 所以我也因為在這樣的這樣的一個機緣 所以想要來學習這個皮雕 嘿這個技能 因為在市面上其實很難學得到 就對他來學習這個皮雕 所以我們會學習這個皮雕